爸爸您好 中秋节快乐 我和我姑姑和奶奶爷爷身体很好 你呢 你写的这几封信中 我知道你在那里过得很好 好期待你会给出来 你出来之后不可以再犯错了 妈妈我也好久没有见你了 妈妈你在里面好好改造 我跟妹妹在外面 等你出来给我们做嫁衣 你好 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艾哲 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你刚才听到的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给在监狱里服刑的父母写的信 这几封包含爱意和思念 质朴而沉甸甸的信件 会通过一个叫红苹果公益的慈善机构 传递给在监狱中服刑的父母 2006年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 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监狱有156万名在亚犯 其中46万人有未成年子女 占比30% 数量超过了60万人 而红苹果公益呢 就是一家为这些复兴人员 等特殊家庭的未成年子女 提供教育援助的慈善组织 目前他们已经累计帮扶了 2000多名复兴人员未成年子女 覆盖全国451个县市 当一份刑事判决书一直下达 它带来的震动 远远不是一场牢狱之灾那么简单 复兴者在为触犯法律 付出代价的同时 他们那些还没长大的孩子 在于政治中也无处可躲 去年我们的制作人珍怡 跟随红苹果公益的社工们 一起到了福建省福州市 参加了他们的例行走访工作 我们走进了复兴人员 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中 听了听他们的故事 提示一下 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 本期节目的部分名字为化名 我们也为部分讲述者 做了变身处理 大家好 我是故事爱凡的制作人珍怡 我们来到了第一户人家 位于福州的农村 孩子的爸爸被判刑 目前爷爷带着孙女 和刚上幼儿园的孙子阿清 一起生活 爷爷当过村干部 很热情 嗓门也很大 但是阿清却非常内向怕生 一看到陌生人 他就钻到了客厅的桌子下面 不肯出来 一位社工告诉我 每一次家中有陌生人来到的时候 阿清都会躲到桌子下面 看到这个场景 我们只好退到门外 等两位社工走到桌子前 俯下身 把阿清哄了出来 在幼儿园 很多小朋友都知道 他的爸爸在监狱 所以他没有什么朋友 除了家人 他似乎不信任任何一个人 这是一群非常敏感脆弱的群体 其实在进入到他们的家中之前 社工告知我们 一切有关孩子的信息 绝对不能泄露 也尽量不要和孩子们聊父母的案情 其实对于红苹果公寓的社工 以及大多数孩子的家长来说 我们的到来是个好消息 他们非常希望 他们的困境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这意味着 他们获得更多理解 以及更多生活支持的机会 但是这一切同时也是有风险的 每个人必须小心翼翼地 避免给这些敏感无辜的孩子 带来再一次的伤害 而且你那些那个心里 对 有一颗漂亮的糖果花朵 在你的心里 是不是 是吧 哎呀 很好啊 离开阿清的家之后 我们来到了位于福清的一个城中村 小景的家里 小景今年11岁 皮肤有黑 身形壮实 和阿清完全相反 小景非常活泼好动 在福清高达40多度的高温之下 他和弟弟 也就是姑姑的儿子 在满是泥土和杂草的院子里 跑来跑去 跳绳 玩皮球 也热情地和我介绍了他的生活 他和比赛 但是我没参加 因为我阿学心不好一点 经常和弟弟一起玩 但是弟弟太那个 瘦皮了 然而走进小景的家 她的姑姑 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 这一家人不为人知的秘密 时间回到2014年的春天 那时候小景刚出生20多天 本该是一家人 一同为刚降临的生命庆祝的时候 一同来自警方的电话 却打破了大家平静喜乐的氛围 在电话里 警察告诉小景的奶奶 小景的父亲 杀害了小景的母亲 小景的父亲是在2014年5月2号出的事情 突然间听到警察这边传过来说 他杀了人 做笔录什么的 我们那时候很难接受 也很难过 警察有跟他聊过 因为也是把人杀掉之后 他自己清醒过来 在杀了那一刻 他自己也是迷糊状态的 那个时候小景他奶奶带着小景去了 大外婆家 就是小景奶奶的妈妈家 躲起来了 不然的话 就是小景的妈妈那边 男家人带着人 冲到我们家把门窜进去了 然后要找我们家东西 就是隔壁家的人 给拦下来的 劝说一下才回去了 游过来砸了两次 那最后他们家 起诉我们家了 要求我们赔偿60万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经历能力 到后面就是也没有判下来 小景的爸爸就是判了死刑 就是失谎 其实意识到自己杀害了妻子之后 小景的父亲选择了自杀 但是索性他被抢救了回来 至于出事那天 小景的父母到底闹了什么矛盾 以至于小景的父亲 会激动到杀害妻子 我们无从知晓 而事已至此 这也已经不是小景的姑姑 最关心的问题了 案件数下来的时候 小景的年龄有两岁多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小孩子以后怎么办 我们就自己养满了 怎么说 社会上的 因为圈里面的 有帮我们去申请的 这些低保安 还有独生子女诊 这些我们也享受到的 这一些不住 一个老家很偏僻 我们家是很伤的地方 这个案情发生了之后 不管我们的圈 还是隔壁的圈 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当时就农村里面的 讲的话题就是说 他们这一家人做了坏事情 就不应该享受这些待遇嘛 觉得不公平 也会有人跟我们争吵嘛 我们不敢去说什么 06年差不多 快07年的时候吧 他快上一万元了 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到父亲了 因为以后就是不想让他 在家里去上学 以后有其他的同学 引起他在学校里面 被别人另眼相看什么的之类的 那爷爷可能会想你的老家 毕竟他在老家 人家是土生土长的老家了 搬到父亲以后 小景跟爷爷奶奶 以及姑姑和姑姑 还没有上小学的儿子 一起生活 姑姑成为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为了补贴家用 小景的姑姑在超市上班 月收入三千多元 而奶奶则找了一份 打包纸箱的零工 月收入有两千多元 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打包 不能帮他买去吧 要跑跑十一千多元 月能来每一天 没有早于十一点 爸回到家的 没有早于 从来就没有 最晚的时候一两天回来 是因为你们来了 他才回来 中间回来一下的 又赶过去了 这个腿长怎么了 胖 膝盖 膝盖 人工膝盖 因为工作太辛苦 小景奶奶的膝盖磨损严重 不得不通过手术的方式 换上了人工膝盖 爷爷奶奶路上看到瓶子 时代也会捡回来卖 背瓶 不住的话一个月 有千百块钱 房租的房租是多少呢 房租水电费 一个月差不多下来 一千块钱了 那平常还有这些学校里面 该花的钱这些之类的 上个学期 交了四千多块钱 像我儿子呢 一我原非原 也要四千多块钱 一个学期五千块钱了 就是现在就是 满满糊糊的就是 好久年要是多花一点 不好我们就少花一点嘛 那小景以后花销越来越大 到时候也存一点钱起来 给那小景以后 长大的时候用 所以你们是结过婚 我是离婚的 我家不止一次呢 结果好几次都是因为 这些娘家问题 我的感情一直都不顺 人家说你娘家这样那样 怕你有压力 都看不起你 你娘家毕竟有这么一个 子要养啊 那我脾气也坏 不想让别人 这样去疏我什么的 那我就自己一个人过吧 然后我儿子满月 才四十二天 我就这边反正就住下来了 我儿子就是跟着 那个小景一起长大的 现在小景一家五口 和原来老家的街坊邻居 基本断了联系 他们住在福建城中村的 两间老旧平房里 平房被一片荒地包围着 三四百米外的四周 楼房拔地而起 而这里就像一座 被遗忘的孤岛 这是这一带最便宜的房子 一家人的房间里 只有一张床 几张桌子 几把塑料椅子 等一些必备的简易家具 虽然生活条件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在这里 没有一个邻居 了解这家人的故事 大家希望小景 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长大 但是随着小景 真的慢慢长大了 新的问题又随即出现了 到目前为止 小景一家人 从未向小景提及过母亲 也没有告诉他 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和小景接触的过程中 对于自己的父母 小景一个字也没有提过 我们跟小景解释的 就是说他爸爸在打工 在很远的地方打工 但没有跟他去说更多的 所有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子 很正常 跟正常小孩子没什么区别 就是我们农村有种迷信 会带他回去拜拜的时候 才回去的 其他的没有打他 就当天最当天会那种 有那些会讲闲话的人 那加上别人如果说的时候 又不是说得很那个 很委婉的话 我怕他对他有很大的刺激 自卑也或者干嘛的叛逆之类的 我们现在最当天的 就是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 那个小景的思想里面 是什么想的 小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也许除了小景自己 没人能真正了解 因为小景父亲的过往 比大部分服刑人员都要特殊一些 大家都小心翼翼的 回避着这个话题 希望可以保护小景的心灵久一点 其实有不少服刑人员的 未成年子女家长 都像小景的姑姑一样 困扰于如何跟孩子开口 讲父母的事情 根据红苹果 2018年对福建18所监狱的调研 在17922名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 近一半可能不知道父母在服刑 而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 也只是大人们的推断 我们并不能准确判断 孩子的内心到底知道了多少 而红苹果机构的发起人 林敏明警官告诉我 在我拜访过小景家的一年之后 也就是2023年的5月 她再一次去到了小景的家中 我叫林敏明 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的一个民警 同时也是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 红苹果公益的执行长 那家家人 在我们去路户跟他家里人交流的时候 至少有二三十次吧 现在孩子已经是今年上二年级 从来她姑姑从来就一直都告诉我 说孩子是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 大概是今年的5月吧 小孩子就说 他说去监狱 去监狱干嘛 看爸爸 以为他一直以为他都不知道 没想到孩子就已经知道了 不是说他不知道 这下他以后跟他去交流的时候 就不需要回避 监狱这两个词 但是因为孩子现在还小 怎么样什么时候 把他父亲 把他妈妈杀的这个事情 要告诉他的时候 还要需要一段的时间 来进行做一个心理评估 其实从我个人来说 一定告诉孩子 可能是稍微早一点 孩子如果是有点懂事的时候 就可以告诉他 我记得在我们办公室的墙上 贴着一个11岁的小女孩的男性 他的自己歪歪连悟了 但是这个心思还是很犀利 小孩子写到自己在30岁的时候 父亲因为偷东西被抓了 直到现在妈妈还在骗他 他知道有人叫自己是小偷的女儿 也会在别人问到爸爸的时候 不好意思低下头 妈妈现在有的新家 也有的这个新的孩子 所以她想 妈妈可能不会把这个爱 放在我自己的身上 最近在6月份 一个孩子就跟我说 他现在是已经是出山了 就前一段时间 2月份3月份 他外面听到的人家告诉他 他的家里人才告诉他 然后他就非常愤怒 那个时候他就非常崩溃 他说你们一直都告诉我 父亲去出国了 但是我没想到 我的父亲是在监狱里面 他说我完全可以承受 我父亲在监狱 我父亲做了违法的事情 但是我不允许 我不能承受的是你们在骗我 一家人都在合起来骗我 在后来跟李敏鸣聊天的过程中 我发现 小景一家人的故事 只是这些家庭的一个小切片 于是我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跟他聊起了更多 他这些年和复兴人员家庭发生的故事 其实在成立红苹果之前 李敏鸣经常会参加 帮扶贫困山区孩子的活动 2012年 他在大山里遇到了一个 不太一样的小男孩 当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地 玩捉迷藏的时候 男孩躲得远远的 一个人默默地掉眼泪 跟村民打听之后 李敏鸣得知 这个孩子的父亲因为盗窃入狱 所以其他小朋友都不愿意 带他一起玩 这导致他非常自我封闭 那个男孩当时的表情 让李敏鸣很触动 作为一名预警 李敏鸣觉得自己的身份 应该能为帮助这些孩子提供便利 所以在回到城里之后 李敏鸣尝试让监狱工作的同事 征询了一些扶行人员的意愿 收集了一份扶行人员 未成年子女的名单 开始了入户走访 希望多了解了解 这些孩子的家庭情况 但是一开始 走访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对帮助带有抵触情绪的 不仅是村民 家长 还有孩子自己 2013年 那时候我还没有 就是一个红明国的名字 我没有办公地点 我没有自己的专制能源 我没有一个固定 很多东西我都是空的 我只想做这个事情而已 那次我是第一次去 福建南平建阳乡下一个地方 福建女子监狱的一个民警 他提供给我的名单 刚刚拿了一下名单 就直接奔过去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查东西 也没有 只有一个地址 我知道他妈妈是杀人犯 车刚刚停下来 一群的村民实际上 就在树下乘凉 我们就问了 小孩子在什么地方 他家在哪里 一群围过来 我们室友这个孩子 你去他家干嘛 他杀人了你知道吗 这个其他孩子都可以帮忙 你为什么也会要到他家里 我们这边困难复 还是很多 小孩子想帮助孩子的东西很多 就这样 他就没有跟我们指路 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边上有个小学 去找到那个小学的老师 那结果那个老师就接受我们 叫了孩子 叫下来 然后跟我们在一起聊 小孩子还带着我们 想去他家里再去做一个进一步做个家访 过程中 其实我们后面才知道 这个全程过程中 实际上他爷爷就在那边上 就在那边上 他看到我们去学校里面 又去找到孩子的第一句告诉我 我们家里没有这个人 你来的干什么 他进了监狱就进了监狱 跟我们家里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要来过家里 就把我们赶出来 爷爷觉得可能是不是也觉得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记得好像是 在农村监狱 一个夫妻能够给我申请 申请完了 然后我们给他家里人打电话 一打电话就挂掉 一打电话就挂掉 告诉他 我说你这个名单是从 他妈妈 女孩孩子叫什么名字 然后读几年纪 现在几岁 所以我再告诉你 他说我不希望孩子 有跟他有任何的接触 对不起 就电话再挂掉 就不会去接受 这种一个扳扶 原来我们刚陆户的时候 是可能也会穿着一些制服 我有一次去补田 去陆户走访 一家有两个孩子 那个孩子看到我 就远远看到我 就瞪大的一个眼睛 这样的地方 然后我就缩在 他的妈妈的背后 两个孩子都一样 一个孩子是抱着他妈妈的左腿 一个孩子抱着他妈妈的右腿 然后就伸出一个脑袋 就看着我们 好像是特别恐惧的那种样子 他妈妈告诉我 说他们知道你们今天又来了 还知道你是一个警察 他们是看到警察 他就非常非常害怕 因为他亲眼目睹的 他爸爸被抓了整个过程 就开着警车过来 就直接停到他家门口 把他爸爸带上草口 就带走掉了 从那以后 孩子看到那个 听到警车的声音 看到了警察 他就一直非常恐惧 全身发抖 我随手家里看到 有些玩偶 我就随手拿这个玩偶 觉得这个玩偶 跟孩子可以套进户的概念 比较亲近一点 所以后面他们 那个乡下那些小孩子 他会叫熊熊叔叔 因为我身上会 经常会憋一个小熊 在当时 如何去帮助这个群体 官方和民间 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手册 这一块几乎是空白的 在慢慢摸索的过程中 林明明和机构的 其他小伙伴 总结出一套帮扶经验 他们有一份 困境孩子评估表 填写内容包括 家庭经济情况 亲子关系 孩子成长需求等等 这样他们可以更有 针对性地 为孩子们提供分类帮扶 评估后他们发现 这些孩子需要面临的 第一个难题 就是贫困 根据司法部2006年的调研 扶行人员未成年子女 面临的家庭经济贫困 和辍学现象很严重 部分孩子在外流浪乞讨 其中94.8%的孩子 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 社会救助 整体生存情况很不乐观 当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入狱之后 大部分家庭的经济来源 就会被切断 所以他们需要补助 当然190我们国家政策 出来以后 45人抚养这一块 是已经解决了 45人抚养是属于什么 双方扶行人员 双方都去进入监狱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一方进入监狱 一方是死亡 或者是失踪现象 一个月实际上 可以拿到1400多块钱 45人抚养以外的 这个群里还占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量 应该说占了大部分 家庭特别困难 我们去福建林德有一家 他的爸爸进了监狱 他的妈妈实际上是离家出走了 据说他妈妈又在外面就成家了 跟他家里没有任何一个联系 他只有他的奶奶跟爷爷带着 去的时候奶奶应该有73岁的 他爷爷76岁 两个人都有高血压 他的爷爷都是卧船的 我们去他家里的时候 是奶奶硬撑了起来 然后跟我们再进行聊天 他家里不是属于事实无人抚养 如果从华律的依据上 实际上他还有妈妈 他妈妈其实上对他还有抚养权 但是他找不到他妈妈 像这样家庭怎么解决 所以只有我们给他一些经济补助 经济一些补助 让他维持能够去生活下去 虽然大环境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但是林敏明用自己的身份 想尽办法动员各个部门 弥补实际问题的缺口 在2022年 福建省十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 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 关爱保护工作文件 这份地方文件 不再局限于事实无人抚养的这类群体 而是将所有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 纳入了政策范围 他让大部分生活在福建省的孩子的贫困问题 得到了缓解 然而在林敏明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些孩子之后 他发现除了贫困 很多孩子要面临的第二个难题 就是户口 根据红苹果公益的统计 没有户口的孩子 大约占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13%之多 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 帮助他们解决黑户问题特别不容易 有的孩子没有出生证 有的孩子在还未出生 或者刚出生不久的时候 父母就被积压了 而有的孩子的父母根本没有结婚 要解决户口问题 需要找鉴定机构 然后到监狱跟父母做亲子鉴定 但是大部分服刑人员子女都是由年事已高的老人在抚养 他们根本弄不清如何办理各种复杂的手续 所以事情一般都只能一拖再拖 我们有这个里面解决的四十几个孩子当中 实际上有十几个孩子 在他面临的上学上一点级的时候就需要身份证 不光是家长级 有时候孩子都知道这种事情 我们有个南平进欧的一个孩子 问他那个妈妈 他说那个隔壁邻居 他们都可以去上学 为什么我就不能去上学 他妈妈一跟他说 我们可能就上不了学 因为你没有户口 他说为什么我没有户口 然后他们都去上学 为什么不能上学 说吧 他就自己哭了 跟他妈妈在沉闹 小孩子也会知道这个过程 福建沾州一个一家庭 六个人 包括服刑人员是七个 在家里是一个妈妈带的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没有一个有身份证 当中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世子无人 抚养是一类的 当然这里面是要做什么 要做亲子监定 但是他妈妈还是越南人 他那个这个夫妻人员 从越南给他 就是买卖的一个分研机制 然后过来以后 他就是没有上学口 如果是没有身份 你就是社会上一个黑人 他不懂得应该要找 怎么样一个监定机构 比如说你要去公安系统 你要去报 他也不能怎么跟经营里面去交流 那就需要我们去给他做个梳理 你还得要承担一些费用 一个孩子至少 我们可能是要花三四千块钱 五口人可能是一个 一两万块钱 可能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字 钱的问题就是 我们社会来筹集 帮他去解决 就是因为这些孩子 他没有户口 更不能讲高铁 否则不能坐 汽车现在也要升纹者 从湛州那边 雇了一部车 面包车 把这一家人都拉到这个福州来 最后我们就把他送到监狱里面 每个人都做了一个亲子监定 抽血的时候 实际上做亲子监定的时候 那个户口还没车 但是他知道这种是一个 总感觉好像他这个抽完血以后 他就可以办理 他就已经看到这个希望了 我在那个农程监狱 一个爷爷带着一个孙子 他爷爷就说了 我就一辈子想做了一个事情 就最大 我心里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我这个孩子有户口 前两年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就心里想 我在死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 今天我真的是如愿一掺 在帮助孩子们 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贫困和户口的问题之后 林明明发现 光是帮助孩子 解决这些实际的生活问题 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最难解决的问题 其实是孩子们的心理问题 红苹果在2018年的时候 做过一次调研 在复兴人员未成年子女之中 有超过五分之一存在 网瘾 烟瘾 酒瘾等不良嗜好 而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更多 约占总数的30% 导致这些心理问题的原因 一定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与他们负面的社会标签 缺少陪伴和长期被边缘化等因素 都息息相关 林明明永远都忘不了 2014年他去泉州入户走访的时候 遇见的那个小男孩 那个时候孩子应该是三年级吧 然后个子小小的瘦瘦的 脸上那个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我一直记得还是穿着那种蓝色的 比较旧的那种一个衣服 那就是靠他奶奶 奶奶也去收一些破烂 就纸皮啊什么东西 房子到处堆的都是一个废品 当初我跟孩子坐下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就是要面对面对着 交调过程中孩子老是低着头 然后我当我说到去学校 在学校里面怎么样 你跟随网的可能是比较好一些 边上看着我们邻居 他就过来跟我说 他在学校里都是被人家欺负 那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孩子是比较自闭一些 就是因为低着头 他就是在学校里老是被人家欺负 然后邻居说 你把他身上放起来看一下 当他身上背上放起来的时候 那个全身满身的是伤痕 我全身都是满身伤痕 因为我全面还没有顾及到 以为是孩子可能是 那个手背上有画的一些痕迹 我以为是孩子可能 玩的过程中可能不小心 我也没有去关注到这一块 后面那个孩子告诉我 他说这个都是被同桌的 跟那个隔壁桌的 那些同学用小刀跟那个铅笔 拿去发了一颗满 这个全身都是 即使被人家刮了这个时候 也不敢吭声 回来也不敢吭声 其实我看到的那个时候 是非常非常 我那个时候是 全程我都自己都受不了 因为这么小的孩子 去承受这个家庭遭遇 然后又被同学欺负 那个时候我就说 还是没关系 以后你就可以告诉你的同学 不能再话了 如果再话 我会采取我的措施来保护 可以告诉老师 那老师要能知道 你在学校里 被你其他同学欺负 无效的时候 人家在打你的时候 你实际上可以防守 我们用手去防守 你要站起来 要表示你很愤怒的样子 当我第二次再去他家里的时候 我说那个现在还没有人欺负你 没有了 然后我就告诉他 没有你的时候 你也不能去欺负别人 别人欺负你的时候 你感受是什么样的 你再去欺负别人 可能也是什么样 别人也会有这种感受 孩子我知道 已经开始会笑了 其实在监狱里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择而不赦的那种 有的是不懂法 比如说在南平建养的一个服刑人员 他就山上就挖了两棵树 他觉得那个树是影响着 他家里的种菜的菜园 但是没想到 那个是一个是名贵的树 他也不知道 也没有想过哪去卖 一挖了以后 东都一被人家举报 好 他就犯罪了 那你这种犯罪 它是什么犯罪 犯罪嘛 标签化 这个人就是坏人嘛 这人就是舍不舍的人嘛 我看未必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的孩子要带上标签 进了监狱 他一定会带上标签 这是必然的 在我们一二年 一三年的时候 就是最暴力的就是给钱 家里没有生活费 然后我们就给你钱 但慢慢延伸下来的时候 孩子是有情感的需要 如何保护自己这件事 可能本该由孩子的父母教给他 但是父爱和母爱的缺失 让他一直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也让他缺少了和其他人沟通的渠道 如果让这个状态继续持续下去 没人能预测孩子的心理问题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但是有这个问题的孩子数量庞大 红苹果机构的社工数量又十分的有限 他们无法照顾到每一个孩子的心理需求 那么谁最有可能代替父母的陪伴呢 林明明开始尝试去推动一个项目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义工去他家里的那个陪伴的时间还是有限 想请老师们一起去陪伴做这个事情 因为孩子你看看在学习的期间时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学校 我是觉得比如说一周可以用半个小时 剩下一个小时时间来进行去跟他沟通 你可以去聊他家庭的生活 你可以去聊孩子的课与时间的活动的情况 你可以跟孩子聊学习 但最重要的是实时觉得孩子有能重视的 有能陪伴 不管不问孩子会自暴自起 因为我们有关数据去表明这种家庭犯罪率是高于其他的孩子 他能够顺利的去健康的去成长 就不会去走向犯罪 我们当中就通过家长跟家长去交流 你的那些老师 他的帮主的名字姓名电话给我 我可以跟老师交流 所以每个家长都愿意他积极地提供 没有他也会去问也会去打听 将近要了一百个吧 最后只有五个吧 五个我们做成了这个事情 因为一些老师觉得我这个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孩子来进行做一个陪伴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陪伴 所有的孩子也对我们来说是都一样的 但我想过去老师说这句话也是对的 你除了一个福气人员孩子 还有留守儿童孩子 是吧 那你每个孩子都有特殊的一个需求的进行 老师怎么有时间 怎么去分配他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孩子缺少一个亲情陪伴 是非常大的一些问题 所以你外面再高深的 再有权威的一些专家老师 他也是起一个辅助性的作用 他根据在哪里呢 根据在他父母 他一直想见父母 一直想跟他父亲沟通 现在监狱大部分还是亲情见面的时候 还是隔着玻璃 双方都拿着个电话来进行 但是见面仅仅是一个是见面 就这样 李敏鸣和他的团队想出了另一个方法 去尽可能弥补孩子们缺失的亲情 你听到的声音 是一场在监狱里进行的特殊的见面会 这场见面会于2023年8月 在福建省敏江监狱举行 它可以让孩子们 和他们正在服刑的父母见面 围坐在一起聊家常 甚至是拥抱和亲吻 为了这次活动 有的孩子是从距离父母的服刑地 千里之远的地方赶来的 从2014年 红苹果其实就开始举办亲情见面会的活动了 李敏鸣司法警察 训练总队 教官的这个身份 让他得以在高墙内外建立一种特殊的连接 让孩子们和服刑人员 可以以最近的距离感受彼此 很多紧张的家庭关系 得以在这里缓解 他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给孩子提供一个和正在服刑的父母 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机会 尽可能弥补孩子在亲情方面的需求 从而减少孩子的心理问题 有一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有15岁了 因为她这一个小女孩 是我们近期刚刚抱过来的一个防护孩子的名字 第一次给我感觉是有点小太妹的那种感觉 你跟她讲什么东西好像都蛮不在乎的 我刚好就坐在她边上 她跟她弟弟在一起 她弟弟好像跟她斗了一下 在背后轻轻拍了一下 她就反过来 摔着她弟弟一巴掌 就骂了一句脏话 她说你算什么东西 实际上她弟弟就是一个很开心的 就是跟她斗了一下 我亲眼目睹这过程 走下来以后 然后就坐在一个地方 自己拿了一部手机 一直在往 后面我们也介入 跟她聊了一下 聊了以后 我觉得那个孩子 可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陪伴 不是短期就来完成 然后我们的义工就慢慢陪着她 你当初跟她聊了什么东西都没愿 不回答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在那地方 后面我们才了解 这个小女孩 实际上已经有八年没有见她父亲 对她父亲是没有任何的 有一点小印象 但是没有一个大的印象 没有概念 是可以去探视去打电话 但是家里的各种的原因 实际上她都没有让她去见到她 然后我们就把父亲人员叫上来 叫孩子上来 小女孩是大要大败地走进来 孩子嘻嘻笑 好像若无其事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一上到台 然后看到她父亲 然后她父亲也看到她 那个时候就开始 眼泪的不止的就一直在往外掉 然后就紧紧抱着她的父亲 紧紧抱着就久久不放 所以说孩子实际上看起来有很多东西 她可能是外在的表现 可能我们看到她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是在那个场面上 遇到她的情形 遇到她的父亲 呈现出来的还是不一样的 过去我就问了一下 现在怎么样 那给我点点头 谢谢你 林老师 其实福袭人员跟孩子见面 实际上是一方面是孩子的需求 我还是有爸爸的 我知道我的爸爸一直都在 在交流的时候 孩子就告诉我 我希望我的爸爸 跟其他孩子的爸爸一样 也能够到学校里面 接我上学 接我放学 就非常简单的一些需求 当然福袭人员 因为精神是非常孤单的 我就采访了一个福袭人员 那个福袭人员就跟我说 外面的时候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朋友 但是自从我进来以后 我这些朋友实际上都已经远离了我 我现在父母可能会挂念我 我的孩子会想着 我的家人可能会 但是在这里面 我可能就不会想其他事情了 我就想着我的孩子 我想着我的妈妈 家这个时候是他最大的依赖 这个时候就会促进 他在监狱里面好好改造 我们在全州监狱 开展一个亲情托长营活动 根据我们心理导师设置的 一个活动环节 是一个爸爸需要背着 比较小的那些小孩子 穿过走过一条比较弯的那条路 所有的活动都完成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福袭人员就举起手来 他说能不能也能拜背我的孩子 我们就一家人很差异 我说他的孩子是比较大的 他没有办法去参与 15岁的 然后个子很高很壮很大 我们在想这个怎么背 他是说他说12年他没见过 因为那个时候三岁的时候 孩子就进去了 孩子15岁 12年从来没有背过孩子 对他家庭的依恋 对孩子那种愧疚 没想到他背起他自己的孩子跟很轻松一样 就顺着我们的全面的设置的那些障碍 然后一遍走一遍 他不像其他的一样 就走一遍可能就放下去 走了一遍两遍三遍 然后我就眼泪一直在低 就紧紧包着孩子的大腿 然后久久都不肯放下来 最后他就是跟孩子说了 爸爸错了 爸爸以后会努力改造 争取着女回家 我们现场的所有都挺感动的 我是觉得这种一个清醒的力量 是真的是无穷的 你还要改造 妹妹 妹妹 快跟爸爸加油 给爸爸加油 给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为期半天的见面会 往往会在一片抽泣声 和欢笑声之中结束 而这场见面会 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 激励服刑人员的改造 又能在多大程度上 治愈孩子们的内心 其实我们并不能说得很清楚 有些孩子 在见面会的整个过程中 其实对于服刑中的父母 始终带有抵触情绪 林敏明也承认 对于这些孩子们 他们能做的其实也很有限 而大环境在短期之内 是无法被轻易改变的 贫困 标签化 心理阴影这些问题 可能还会存在很久 但是他们已经把想到的都做了 在聊天的过程中 林敏明说过一句 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他说 一道高墙阻隔的应该是罪恶 而不是一个纯洁美好的未来 你现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制作人赵真怡 本期节目由我制作 声音设计桑全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次再见 爸爸给你一家故事 一个很善良 很好的人 觉得说他是一个很称职的父亲 去年他在龙岩 我们说我们想要出去玩 他就从龙岩请假回来 请了一星期来泉州 带我们自己开车出去玩 也可以管教好我们 我希望爸爸能早日回来 管教我们三个 我希望妈妈早点回来 跟我们一起 过我的生日 和我们和我妈妈生日 其实我本来想 大学端页搞科研 但是以我家庭情况 是支撑不了 我做那些搞科研的东西 在我妈没进去之前 他跟我讲我有什么梦想 可以去追 当一名职业画师 但是事情太过难了 我只能把这个梦想 给埋在心里 其实就算妈进去了 我也没有放弃 只不过自学实在是 有点慢 所以我就希望妈妈出来以后 我们一家人能团聚 我也可以去追我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